來吧 今天這款耳機是我大概七八年前 可能更久以前買的Racer耳機 然後 它當時算是Racer裡面最頂級的耳機了 戴起來定位算蠻清楚的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是 它的耳麥原本是很短 大概只有我手比的這麼短 然後 它變成我在玩遊戲的時候 因為收音離耳機很近 所以連我從這個耳機出來的遊戲的聲音都會被吸到Mine裡面 然後導致可能我要按Mine講話的時候 連隊友都會聽到我耳機傳出來的聲音 反而是一種很吵的效果 所以你就用吸管把它加長了 對沒錯 這樣子才符合 戴起來才有那種 剛好到嘴巴前面的效果 對 然後 它還有一個地方比較吸引我的是 它的 重低音 耳機會震動 只要有重低音效果出來之後 耳機本身就會震動 還蠻有臨場感 對 然後 然後 再來這一款 帶上去 讓我蠻訝異的是 它的聲音很清晰很乾淨 對 然後而且 而且 包覆性很好 因為 這種皮面的關係 對阿 所以戴上去 幾乎你就會完全融入在遊戲裡面 不會讓它感覺到有外界的聲音在 然後它 還有一個地方我覺得設計很好 它的Mine可以拆 對吧 很方便 就算如果你今天不玩遊戲 是在電腦前面聽音樂的話 我覺得也是 很方便 對吧 然後 帶起來 舒適度 舒適度也很好 而且它這個Mine 都可以調角度 我覺得這也很方便 對吧 主要是它整個 包覆性 比起Racer那一款的話 是好 應該說好一百倍吧 因為Racer那個 就是沒有包覆性 幾乎可以說是沒有包覆性 然後這個 我剛剛自己帶的時候也是很空空的 對 聽起來 在聽聲音 不管是聽音樂 因為我剛剛有試音樂 不管是聽音樂 還是說玩遊戲 我覺得 都會讓你覺得你 就是完全融入在裡面 跟Racer 對 差蠻多的 這一點是我覺得 很值得 光這一點就很值得買 那你剛剛不是有在聽音樂嗎 你覺得跟聲音差點怎麼樣 聽音樂的話 嗯我覺得 比較 它如果跟Racer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它 兩個取向有點不同 這一個比較適合聽 搖滾 比較 重低音的那種音樂 對 然後它在高音的表現 比較 沒有像Racer 來的那麼的 量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話 是它的表現會比較好 對 因為Racer 重低音那些就燒險不太足 對 嗯 那遊戲呢 遊戲的話我覺得 定位 它來的比Racer 雖然Racer那一款是 實際5.1升到 可是 很明顯我剛剛進入遊戲 我一帶上去再買 買槍 CS買槍的這過程的時候 我聲音一出來 其實我有蠻驚豔的 就是 它的聲音很乾淨 然後定位的點 會讓你感 就好像你在 人站在遊戲裡 很清楚的知道說 哪一個 位置發出聲音 聲音很乾淨 對 很乾淨 然後很清楚 對吧 而且包覆性 就讓我完全自身在遊戲裡面 嗯 嗯 OKOK 好謝謝